3月5月 3月1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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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月1日 4月1日 好 現在先走 好 完全空白的 好 熱海 2020年的時候 我帶的是畢業班 因為防疫的因素 所以很多的活動都不能辦 五月份的時候 疫情慢慢開始下降了 我開始就在思考說 在这样特殊的半年 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做一些 什么样特别的毕业活动 那我就回想到之前 带慈欣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过 小型的宝特瓶拼贴画 那孩子在贴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而且是全六年级的孩子一体 共同来创作 这一幅宝特瓶的拼贴画 这就是台湾常见的夜市 对不对 孩子就说原来我们喝掉了 这么多的宝特瓶饮料 然后我们只是剪瓶盖回来之后 那那么多的宝特瓶去哪里了 然后他们就会说 出门其实最好的就是带水壶 所以保护环境就从自己做起 好 有一些玩具 今年竹岚告诉我说 想要推荐我去争取这个师多奖 我跟主任回绝了 我自己在去思考说 所谓人师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用爱铺路 然后为孩子的生命当中 注入一股散的力量 用自己的生命 去影响孩子的生命 然后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 能够当一个对这个社会 是有正向影响的人 请不吝点赞兰订阅